三令新聞獨家捕捉到準經濟部長郭智輝 今天早上搭上車 準備前往高鐵站 南下出席 崇岳石英在嘉義新廠的落成剪載儀式 郭智輝刊稱是最懂半導體的經濟部長 而針對業界最頭痛之一的水電難題 他也首度在鏡頭前說明 我們來聽一段他的看法 這個水電比較急迫的 我想在訪問的對象 大概就是企業的企業組 那麼郭明烈 還有學校的專業的教授 我在綜合這些意見 從我們台灣是不是缺電 台灣可能要多少電 才能夠滿足整個產業的需求 針對核電廠要不要延異 郭智輝表示目前還無法判斷 期望滿足所有業者的需求 而他現在還沒走馬上任 就已經走訪業界 也看見出身產業的準經濟部長 積極的一面 就是在網絡中說明 要是在記錄 手機磋 手機磋 和時延誼 我們都會換上 和時延誌